現在詐騙真的是非常的猖獗 那有許多民眾不只是要防詐 現在也跟著一起來抓詐 台北中和警分局呢 21號就接獲了計程車司機報案了 表示載到的乘客疑似是詐騙集團的車手 到場盤查之後果然是從他的身上 搜出了大筆的現金以及金融卡 我們連線記者龔品柔為我們掌握詳細情形 好 直播從外面中可以看到警方前往公園內 對著一名身穿白色衣服的可疑 男子進行盤查 因為警方接獲計程車司機報案 這名男子疑似就是詐騙集團的車手 果然當場就從他身上搜出新台幣10萬元 還有38張金融卡 警察發現已經有15名以上的被害人 遭到假投資詐騙 現在聽一段警方的最近說明 本文集21日最後計程車司機報案稱 所載之乘客疑似為詐騎車手 並於本峽4號公園下車後離去 本文集立即派員行線前往盤查 金融車司機向警方表示 嫌犯在一個半小時內停了 至少4間超商還帶著滿滿的鈔票 走出懷疑是車手立刻就向警方檢舉 原警正要盤查的時候 造型嫌犯不知神色慌張 還不小心把金融卡散落一地 在原警強勢詢問下 終於坦承犯案被一詐欺最嫌移送法辦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一稍息時間鏡頭 先交給你的朋友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